我想的應該是跟連署有關係 是暫緩核定到不了基隆的基隆捷運 那大家如果有看過Join平台的話 應該有一個這樣的提案 那我們在Urban setup的時候就來看他 你好嗎?好嗎? 我把連結都點一點好不好 喔好 然後再幫我看機 哈哈哈哈 連結的時間不算是 好 那就交給你啊 好好好 欸 喔在這 好 然後我就是想要借這個機會 剛剛看到那個 轉獎的slot 終於居然還有空一個 然後就想說來宣傳一下 對 那大家可能有看到那個 交通網紅 欸 這一個影片 黑皮 對 欸 又是廣告 我們真的要買YouTube Premium 有沒有要贊助一下 喔可以略過 喔可以略過了欸 這是有良心的廣告 就交通網紅黑皮 他一直在講基隆捷運這件事情 然後在大概四週前 他在救援平台開了一個連署 是暫緩 暫緩合定到不了基隆的基隆捷運 跟到不了系指的系東捷運 對那就是 因為其實我是讀交通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是運管系跟交管所 對 我是交通大學 而且我是在交通大學 而且我是在交通大學裡面讀交通的 對 所以就是 所以我就有 對這個議題也有稍微有點關心 有點關心 然後跟大家就是短短的介紹一下 它是什麼的狀況 就是現在的基隆捷運會從南港這邊 即將要核定的基隆捷運會從南港這邊 然後南港站 南港展覽館站 它不是在現有的南港 跟南港展覽館站 它要另外改 然後在 一個路口遠的地方 然後要走地下通道才能連到那邊去 然後就一路走走走走走走走 然後走到八堵就沒了 它不會到基隆 所以基隆捷運其實不會到基隆的 但是因為要蓋這條基隆捷運 就有可能要 把基隆鐵路給停掉 就是到時候如果真的就是 細部規劃開始之後 它可能會需要 就是後面這段可能會需要把基隆鐵路拆掉 然後改成就是基隆捷運軍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搞這樣子 總之就是因為這個很奇怪的設計 然後 最主要的問題是就是南港站 就是如果基隆人 它現在要從基隆 然後來到就是進台北市 它必須要在基隆這邊搭排鐵 然後到八堵之後換基隆捷運 然後到了南港站之後 然後再走大概十分鐘的地下通道 到 反南線的南港站 然後才可以就是接上反南線 然後因為要蓋基隆捷運的關係 還需要新蓋兩個地下車站 然後就會花到好幾百億之類的 所以目前就是 就是黑皮他就提了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應該要不要就是蓋這兩個站 而是把反南線直接從這邊延伸到 然後張樹灣 然後再從這邊再接到就是新的捷運 然後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就是 第一個省下兩個地下車站 第二個在這邊轉乘比較快 它可以共站 那就可以直接反南線多一站 然後基隆捷運少兩站 然後就是可以省下很多錢 那但是問題是在哪裡 問題是現在十月理論上 就是大家預期可能下個禮拜 可能這個禮拜 就是行政院就會核定基隆捷運的 就是整個綜合規劃的計畫 那綜合規劃核定之後 接下來就會進到細部設計的部分 那細部設計結束之後就會開始招標 然後就會開始動工了 所以如果在 如果綜合規劃核定之後 要把這件事情給暫緩的話就會更慢 那當時為什麼基隆捷運會設計成 為什麼阪南線會停在南港掌揚館站 然後阪南線其實原本有預留 它可以延伸到張樹灣的通道 就是阪南線到南港掌揚館站之後 後面其實有地下隧道的空間 它有讓它可以走到張樹灣 但是因為當時台鐵蓋了第三個軌道 就是用了那原本的路線 所以阪南線就沒辦法繼續延伸到張樹灣了 那但是因為要蓋基隆捷運的關係 台鐵的那個第三軌道必須要拆掉 它才可以蓋基隆捷運 所以現在基隆捷運的計劃 是要把台鐵的第三軌道拆掉 然後讓它就是張張張張蓋到這邊 然後變成兩個新站 那既然台鐵的第三軌道拆掉 那阪南線不就可以延伸了嗎 因為那是原本的block啊 對啊 那我們就 那就沒有必要就是 基隆捷運還要多這兩個站 然後大家的轉成還要很慢 那我們就直接百來千多一站就好了 對啊 那所以說 總之就是有一些交通界的倡議者 現在在V台湾有提了一個這個連署 然後我發現它只剩下 只缺了456個負益 那我們今天大家都有連署的話 就只剩下300個的缺口了呢 然後還有一個27天左右的時間這樣子 那方案是這樣子的 就是這是現行的政府規劃方案 即將要核定的方案 然後大家提議的方案是這樣子的 就是把 把民生系直線直接開到基隆去 然後阪南線多一站 然後就可以少一個上面的這個狀況 就是可以讓民生系直線直接走到基隆去 然後基隆捷運可以就是走到張書 民生系直線走到基隆去 然後阪南線走到張書灣 然後就可以掃一整條線 然後兩個地下車站 然後就是很多很多的錢這樣子 然後基隆人就可以直接搭到張書灣轉阪南線 或者是基隆人就可以直接搭到大稻埕 那就轉成很快了 就是就不需要轉成了 就可以就是比較順暢了 好我看一下我還有多少時間 然後呢相關的議題 大家可以就是直接搜索基隆捷運 就會看到很多很多的相關的報導 然後可能會在10月核定 所以說就是這是一個非常迫切的事情 而且我要找到一篇文章 它的標題是 你終究要全線通車的 為什麼不一開始就規劃全線通車呢 我覺得是講的非常有道理 那這篇文章的那個 是由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所發佈的 那這個是什麼基金會呢 就往下一拉 就發現說這個基金會的 這個基金會的就是發起人 這個基金會是 他的董事是朱立倫呢 對啊 那既然國民黨就是在野黨也這樣支持 也支持這個也支持這個立場 那我們就就是 就既然要全線通車 為什麼不一開始規劃好呢 就如果到現在的這種 就是綜合合定的這個計畫 可能即將被合定的計畫 那基隆捷運蓋到這裡來了 然後這邊之後還是要轉台鐵 然後就是又不知道還要再多久時間 才可以就是把它打通 然後就算打通了 基隆人進到台北的時間 又會比現在更長 那到底為什麼要花這個就是 好幾千億的錢 那所以大家一起 可以一起幫忙來就贏點一下連署 然後留下你的意見 然後告訴更多人就是目前 現在的基隆捷運即將合定的這個計畫 有這些這些的問題 然後就是其實有一些議員 有在關注這個議題 然後你上YouTube也可以 也可以找到很多就是YouTuber 在討論這個議題 但是就是看看能不能就是 力挽黃爛 力挽黃爛把它給就是先停掉這樣 好 好 那我們謝謝二輪的分享 相信喔 基隆捷運真的就是危機就是轉機 所以這個大家 但是如果希望不要轉車啦 好 那你們就 如果 大家 好 那如果大家有心想 可以去參與這個 Join平台的連署 然後投給你的親朋好友們 就是 這幾年實在是 Join平台 難得有這麼多的人氣吧 好像 對 那下一個是 揪松團